剛好在昨天5月1號的時候 剛好就是我們滿11周年的這個日子 所以我們台灣無信 他目前已經11周年 那麼只要曼入第12年了 那在這個寫的變化 剛剛我們主持人有提到 我們在家庭這個比例上面是越來越高的 目前整體來看的 大概有3.45%的消費的這個客源 都是來自於家庭的 所以我們對家庭的這個聚會是非常的動視 那所以呢 因為家庭的聚會非常動視 所以就會有什麼 就會有爸爸媽媽跟小朋友 會來到我們店鋪來用餐 所以我們就特別針對這兩個族群 爸爸媽媽 我們來針對爸爸媽媽的需求來設計 所以呢 因為最近的這個爸爸媽媽 有時候就反而來說 這個字體太小了 你看的時候看不到 看不清楚 所以就把這個菜單就丟給我們旁邊的兒子女兒 來叫他幫爸爸媽媽點 所以我們就針對這個問題 我們就特別設計的這個放大版的菜單 來我們美麗的助理小姐 來給我們呈現一下 這個呢 右邊就是我們正常版的這個菜單 就是我們平常各樣的客人 那麼在左邊就有我們的放大版的菜單 這個字體大概比正常版的菜單 大概大了大概20左右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給爸爸媽媽來看的菜單 因為我們吃的已經開始在推行 所以我們目前推行的效果非常的好 就是爸爸媽媽在點餐的頭髮都非常開心 因為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第一個在放大版的菜單 好謝謝 謝謝 好然後再來還有還有這個 還有什麼呢 這個小朋友 小朋友 你看我們每天都 那麼多的小朋友在店 來店復用餐 剛剛我知道了 這個小朋友 我們要給小朋友很多很好的這個設計 很好的這個服務 有什麼呢 比如說我們有這個兒童餐具 我們有環保的兒童餐具 是用玉米澱粉來設在製作的 所以它是非常的環保 非常符合健康的 那我們也針對小朋友什麼呢 我們特別小朋友的娃娃椅 還有我們小朋友提供這個溫胎水 或者是牛奶之類的 來提供給小朋友來用餐 所以這是我們小朋友特別的設計 好然後再來呢 我們今天最主要的主題呢 就是說我們的 這個母親節的活動即將要開始 所以我們在針對母親節的活動 以及接下來呢 我們設計的更符合大樓跟小朋友的套餐 我們有什麼兒童的套餐 兒童套餐裡面有非常豐富的菜色 等一下我們真的也會來介紹 然後還有什麼呢 還有下面的 有沒有好 還有我們長輩首選的健康套餐 所以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這裡的主題呢 就是有小朋友還有長輩 我們特別針對這兩個族群呢 來做我們菜單的設計 好所以 那麼這是迎接的接下來我們母親節 因為母親節這個假日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們國人來講 所以在餐廳裡面呢 我們母親節的生意又非常好 好最後呢就是我們待會呢 也有我們的金牌主廚 金牌主廚來跟我們示範我們的這個重點彩色 就是剛剛提到的 有我們的飯糰 然後還有我們的這個魚 魚的料理 是非常這個實現 其實是增加它的一個口感跟香氣 然後再一個香橙末 然後檸檬 檸檬皮末 再來這個就是意大利香料 這個上面的東西啊 我們在家裡在做的時候啊 可以用一些堅果類的東西下去用 這個可以說開心果 或者是杏仁果 或者是香味藝果 都可以 那如果說比較喜歡吃味道比較重的朋友 這個香料的部分啊 可以把香菜哽 對香菜後面把它切水 好下去把它均勻混在一起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好 這個烤好了之後呢 好 我們把它拿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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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所以我就已經把它烤好了 哇 才厲害了 果然是金牌主廚啊 馬上變出來 好 來烤好了之後呢 再淋上我們主廚的香油醬子 哦 特別是特調 所以就不方便把蜜糖告訴各位了 好 好 這個是我們的鹽巴粉類 是 特別研發出來的一個香油醬 哦 香油醬 你把這個香油醬製在這個法爐上面 補抹均勻 對補抹均勻 補抹均勻 補抹均勻之後呢 我們再進去烤箱 烤大約三分鐘 二次進去 二次進去 對 讓這個香油醬的味道可以 完全被這個魚肉 好 好 那我們把這個 滾得好 是 滾得好之後啊 我們暫時就叫它裹香粉 好 好 滾得好之後呢 現在這個魚肉 經過了三分鐘 都烤了 好 烤好之後呢 我們均勻的撒上 這個 這個裹香粉 香味鋪骨 真的 米飯熟的熟識多漂亮 剛吃到一個便當現在又有點餓的感覺 非常的帥氣 你看有個小粉絲在前面 小心喔 不要越線喔 這個是我女人 哦 那是女人喔 全是裝甲的 好 好 我們去撒上這個裹香粉 是 我們再把它 進去烤箱 這是進烤箱 是 讓上面的粉 跟這個麵包粉 其實是可以做一次 做一次 烘烘的 然後 旁邊呢 是 剩餘小胖茄 是 跟這個金錢 再搭配一個 也是組織特條的 像我有講的 厲害 特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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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不能透露的 好了之後呢 假設三分鐘的時間已經 好 好 沒有問題 要呈現出來 這個完美 香檸檢頭床 有什麼 有什麼 稍微讓他上升 有什麼 好 吃個 肉依 清爽 開胃 可以嗎 真的 可以穿皮筋 OK 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要切 切成我們要的 一個 做一個切字 切字 再來做一個擺盤 好 這個 這個 這手法 硬弱 切字好之後呢 就擺在我們這個 是 準備好看 這上面 這個 這個 絕對跟我們 一鍵上面的一樣 你怎麼一樣 一定是 金牌組就是我的 不得了 開玩笑 不是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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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把它呈現在這牌組上 好 這個 就是 今年 春夏 好的一個 新菜色 就把菜單丟給旁邊的 這個 兒子 小孩 然後就叫他的小孩點 然後 其實 他並不是說他不悅一點 而是他 看不清楚 字太小了 對 所以他就叫他的小孩點 所以 這是 最近很多發生的困擾 所以我們就針對這個問題 來設計放大版的菜單 那在放大版的菜單 那就是一般 有沒有說在製作方面 有什麼 不同呢 或是另外又多花多少的這個金額 來要去製作 對 金額的話是差不多 但是重點就是在這個設計上面的用心 對 因為這個放大版的菜單 我們有大概 通了比正常版 大概大的百分之二十左右的製作 來做放大 那麼也符合這個版面的美觀 對 所以有沒有說排版啊 或是設計 得要重新來 對 排版的設計都要重新來 對 但是我們就是由我們的行銷部門 品牌部門來掛那個這個二十 和他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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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比例 都要做到 有些比例 和他的比例